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不出来这里边能够把它画出两个派别 内部两个派别互相在争斗 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恐怕是有点过度评价了 我只能给出这样一个说法 不 伟多 你现在怎么看啊 怎么看这个习家军里面这个 比方讲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敏江跟这个志江啊 敏江跟志江你觉得现在哪一个是台面上 比较能够有代表性 谁代表志江 谁代表敏江 我就是我判断判断不出来这件事 这个用这样来划算我觉得是一个过度评价 这个这个 是 请请君涛 君涛大概能能说出一些内情的 啊 君涛 那我就顺着 顺着伟东先生呢 你来分析一下谁能够代表志江 谁能够代表敏江 是不是用之前在敏江 习近平在浙江 浙江任职的时候 或是在浙江 或是在上海任职的时候 你怎么看 江苏了 这个 那我就搬门弄斧 抛砖引诱了 待会儿呢 这个盛平和这个伟东呢 伟东可以补充 我指证 你们在指证啊 我其实同意伟东的说法 就像我们来讨论亚洲 雷亚洲先生这个事的 这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派系 就说 你说派系 我们说历史上的派系啊 都是咱们就拉帮结派 其实习近平在福建呆过 在浙江呆过 因为我知道 比如说那会儿 那个也是和平高兴啊 搞出个三中方 那个东西 你知道这个人离得近 可能是一伙也可能是死敌啊 那个特别军中的那些打仗 那都是死敌啊 很多人就不以矛盾 有矛盾有争功的手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是说 他都是来自一个来源 他就是一定是一伙的 他可能还就是 那对于习近平来说 我认为就是 刚才我讲了搞独裁 就是用雍正王朝的句话 天子无私事 无私事就说呢 天下的人才他都要严蓝 天下的这些萧小 他都要惩治 这是一个独裁者 独裁者要自我期许 特别是打天下的独裁者 要这个期许才行 他是不是有一帮兄弟呢 他就有一帮兄弟 那就要上阵父子兵 这个叫打虎亲兄弟 这个习近平呢 我觉得他没误透 所以军中很多人都有意见 这个打了天下之后 皇帝 又把那帮的功臣都收拾呢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以为你是功臣 你就可以仗着你打天下 或者你孩子 想打天下 就给他们发什么单书铁卷 最后传到二代三代 差不多都被收拾了 都被灭门了都 就是原因就在于 他们自是有功 所以但是习一上来说 因为那席不是打天下 那帮人也没有帮习打天下 所以习在选人的时候 我认为他就选的 因为他一开始 不希望别人在这搞团伙 他在福建也罢 在浙江也罢 他选人一定选的 不搞团伙的人 我还是说呢 因为我恰好就是说呢 比如我就 这个我可以说 邱光明先生 他当时蔡奇在台州 做地位书记 首扶植的二十大企业家之一 他跟这些浙江官场 那时候他们都还是复级干部 他就跟他们比较熟 就说他也跟他们去吃饭 什么 因为这些地方 还真的是官员 是有点 就私下有比较讲亲情 中国江南的官员 和北边官员不太一样 他比较讲这种 就是心情 这种温情关系 所以他跟他们比较熟 他就讲了这些特点 说这些人 他那会跟我 他现在不喜欢习近平 特别是就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从那个驱逐 所谓低端人口开始 他这人很讨厌的时候 他就他就不再说比较过 他那时候跟我讲 其实习用的人都很廉洁 但是也没什么本事 他说这些人很廉洁 没什么本事 就说如果习用他们 他们一定会对习忠心耿耿 这是他说的话 他说呢那个比如蔡吉 他说我给他 说别人请吃饭 他都不去 我请他吃饭 他老说超标了超标了 不要搞过四个菜 就非常忐忑不安 就俩人吃饭 他都会 就是一看就是发自内心的 这个东西 他不想违背这个东西 在讲这个 所以说后来蔡吉爷做法 我觉得也不奇怪 就是那么回顾头来说呢 我觉得习呢 其实他不认 他不认识明他呢 其实在某人来说 我始终认为 就是我们很多人 在解读中共官场的时候 或者解读专制制度中的 刚才伟东和盛平 都想区别专制和封建 专制就是郡县制 说实话 官员是考上来的 王帝在清选 最最重要的岗位的 这是郡县制 封封制什么呢 在封地之内 他是老大 官员什么东西 都经济什么制度 他说了算 这个是分封制 那贵族制度 就一中间了 就是你在 你站这个地方 也没人封你 但实际上那个地方的 这个最有最有 最大的军事权利的人 他要跟你达政交易 从你那取得税 这个我们放到 可以以后有时间 我们再谈 但是我要讲说呢 习近平呢 想见的就是真正的 在专制制度中做官的人 就是做官的人 他是不用自己的亲信 或者用亲信呢 他不会放到官场上 在官场上 他一定用的是能干活的 你比如说 人家说王岐山 什么这个内信 那伟东 你想你现在 你也认识一些这些人对吧 我就说那 当时精学周报 我第二版还搞了你一版 你说后来 后来共产党里做厅局集 或者部级干这帮 哪个我精学报 没有搞过一版 那年朱镕基来的时候 他们对我是问寒问暖的 这帮人当时跟朱镕基来的时候 那这些人呢 就说当时 他们后来上来 他们并不用自己最认识的人 他们会推荐 比如说 但是他们用的人 都是他手下最能干的人 而且 说实话 共产党不到一个位置 也不说你想用谁就用谁 那是组织部门考核 塞给你了 我不是讲了家族是脸上 政治是你的 副职可能就另外一个家族 妥协过来的一个人 他要在这个位置上 准备进入政治 再往上走 这是家族的妥协 所以说 这些真正他底下给他干活的人 未必是他选的 而且 如果他自己的人 比如说 王岐山对刘安就很好 刘安那是陕西民 军的一面旗帜人物 只有死于贫寒之中 王岐山还要去 还要叮嘱这个陕西省的 政府和省委给他照顾 你说他跟他有许多的好朋友 跟他政见并不一样 这一点是 其实我对在中共官场的王岐山刮目相看 也是因为他不光特立足行 而这个人在交友的时候 是看学识看品行 他不大看那些其他那些 什么政治派系归属啊 他在这样他也能超越这个上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 我回到说呢 其实这些人真正追习也是 习用的人未必是亲近 比如习明泽他不会给他一个什么重要职务 有人现在在说彭丽媛怎么样 我也不认为 因为彭丽媛跟江青不一样 江青是从上海大上海 你别管什么一个演员 对吧 翻老毛 到延安翻老毛的墙头 那真的是爱老毛 认同老毛 对吧 那个彭丽媛跟习近平的关系 就是习近平好色 彭丽媛又喜欢 他是从小在军中长大 对老干部 有一种崇拜 就这么一个结合 到后来俩人关系也并不信 后来传说的 人家传说什么 但是王晓鸥跟他关系 我就问当时福建省 当时习近平省省长的那个董行勇 那个司机是我的党员 你可以查识 那么他就说 拿着胡扯 那时候他俩关系不好 习明泽能在北京读书干嘛 跑福州读书去 他说 哪有公安局长给这个省长 怎么还有省委书去抱孩子的 没什么回事 这差的级别呢 他就说 这些东西呢 我当然也不知道是什么传出来的 但是呢 他就说 那时候彭丽媛跟他要闹离婚 俩关系很紧张 那所以说呢 习近平跟彭丽媛 并不像江青和老毛 有一种思想和事业上的相互认同的这种关系 对吧 你看彭丽媛对习近平那种吃醋 那江青听说老毛喜欢谁帮他找呢 对吧 还帮他考察 对 这个女人的胸襟 这玩意不是一般的 女人能够比的 我对江青是批评啊 但是是守府的 但就这一点上呢 这个 好了 我们再转过来 所以有人把他当做女权主义的 好像在之家 还有人把他当女权主义的一个卦针 演了一个戏给他办案 他在哪里什么女权主义啊 他非常认同老毛玩女人的这种做法的 那好 回过来再说呢 这个知江青君和闽江青君的问题 就是论事 我觉得其实现在习近平就官场上 谁碰着他的原则他就整谁 但是不过你一定要解读闽江青君 这个我是认同伟东的说法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说闽江青君和知江青君 我又受发挥啊 赵冰兄我不是在谈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跟读者是帮着理解中共官场和中共政治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展开一点 就说习近平现在在整宿官场上 他就是六亲不认 就是刚才圣平说的闭着眼睛 论大刀 而且还欲佛杀佛 他现在还没杀佛 佛是谁呢 胡锦涛 江泽民 这几尊佛 但我觉得时间早晚就动常委 这都是时间早晚 只要给他扬寿足够 他思想会有一个变化过程 随着权力的巩固 随着他人们对他的期待啊 他挺看待这些这个民粹主义对他的期待的 那么他可能会将来会进一步的去下手 而且特别如果查出有劣迹的话 那比如 那么 但是 我觉得呢 他这个做法呀 我也讲了就是 并跟现在政治文明并不相通 另一方面呢 他这个呢 就反正在二十一搞独裁人之后 都是一败涂地 最后他死之后 都是给这个国家留下了这个一地鸡毛 满目疮痍 那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就是 刚才盛平讲到的官产学三界对他有怨气 你换个角度说 那盛平也认为整工知识 整企业就好了 整官场是应该的 那整企业家应该吗 把企业家整成这个样子 对吧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再说 但是如果说枝江和敏江 为什么敏江跟习近平更铁呢 我觉得原因在于 习近平在福建做官的时候 没有人看好他那时候 还没有人看好他 虽然他爸爸把他按到那儿去 但是呢 他当时在这个厦门选取失利 到了这个 那个敏侯在那个 叫什么 他又在那个北东里去过那地方是吧 赵元和那个谁百光去过那个地方 那叫什么地方 那个 宁德 宁德 宁德对 跟他接触过的 你没去 但是赵元去过 为个什么维权的东西去过 跟他接触过那时候 那时候他比较颓废 所以他其实 你知道在这个时候才能见真情 就是说他周围的人啊 他能看得清楚 比如伟东哪天你要是当个大官 那围着你串 你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胡傻的 对吧 但是你倒霉的时候 还更愿意跟你喝杯酒的 对吧 这时候你会更容易见到真性情 所以相对人不见得看得更清楚 和更更相信 最典型的例子是张高丽 就是这个他父亲从这个这个珠海那 不被收留到深圳去 然后张高丽就不停的照顾 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我就还回来说那个当时那个谁 那个和平还说了一段 我没有考证这是和平呢 我一定要说来源 就是说他说那个叫什么那个李鸿忠是吧 就当时对那个习有些怠慢 后来那个李鸿忠就下坏了习后来 李鸿忠拼命拍马屁 因为他在因为按照规定啊 就是当时李鸿忠在那边做官 是按规定 逢年过节 有副国纪以上领导人去看 代表党代表地方政府去看 要李鸿忠没去看 这个这个礼节 那我们看老百姓看都不是什么事 因为他爹已经疯了 但是对中共官场来说 这是很大的 这个礼节上是很大的事情 好我们回来说呢 说我觉得敏江的呢 到习近平进浙江做官的时候 谁都明白他要发迹 特别当时他在福建做官 省委书记卢掌忠还跟他不对 那当然大家都会往省委书记这靠的 因为有矛盾 所以习在福建的时候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让他可能对福建的人看得比浙江人 第一他能看得清楚福建的人 而且相对来说呢 这个韦东我们都经历那个时代 那时候盛民在海外 八十年代越早大家就越自然 什么话都可以说 对吧 就是人说就什么话都可以说 所以那时候后来 越到后来气氛就越不对 所以呢习近平看 那时候看官员 因为大家都没期待交往 比如王尔虹这些跟他交往 他就能看得更真一点 因为而且呢 那时候大家也更自在一点 更气氛也更自由一些 不要帮再收 那么第二个呢 有患难之交 就是那些如果当时要是对他有助 他觉得这是患难之交 他能更看重 相对到浙江的时候 这两点都没了 比如李强去接他的时候 那个 这是谁呢 这是那个浙江的 他告我他 他跟李强是同乡 还是这样 还是同乡的 他说的 李强后来当六年的 郭鲁工就是他告我的 那么他呢 就说实际上 李强去接他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习已经知道自己呢 要记大位 接他的人也都明白 在这个时候的 其实他就知道那些人 已经知人知面 不知心了 所以我觉得在后来的官场上 有些斗争中间 他对福建来的人更相信一点 对浙江来的人更 这个比如可能会整一些呢 也是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他对浙江一些是很难查 比如像唐一军的经济上出事 但是我又再想 我看唐一军那个罪状 你说现在媒体上说 他实际上他贪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 说他当时在天津 在天津还在哪儿 在辽宁是吧 跟这个许家印共建 那当时企业家可不就是 你当地政府要搞好企业 搞好经济 你就得把最大的对吧 你得把这个一个是就是折商 一个是这个月商 拉去投资啊 对吧 许家印投号 中国投几号到那投资 这个地方政府都在做这件事 那不是要放大款吗 你这个我觉得 而且呢你要亲自接待 你不亲自接待 你就不去 这都是一个当时官场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习要整肃官场 所有人都犯有这个毛病 我估计习当时在做官首 他要搞经济 也得做这件事 而且引外资的时候 还有一个重阳媚外 按今天的标准来说 那可能还有重阳媚外 甚至泄露国家机密 你要把当地的情况 你要向外商做介绍 现在按现在标准 大概都属于国安的标准 都属于国家机密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唐义军这个 不应该是现在媒体报道 有时候我觉得港台媒体 你们过度挤压事实 什么太子党 就是扭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而且有时候我要纠正起来 好像还为习近平在说话的 好像是为这个 不是的 我觉得就是什么 米江西军 支江西军 我觉得都是个瞎扯的事 他就是因为想用一些 符合他心中标准 这些人恰好他了解 什么辽宁那些官场人不了解 你看他现在就开始有点乱套了吧 那我还是说 我觉得他现在比较重视那个谁 现在到天津的马兴瑞 马兴瑞那个派系的 他从来没有过交集 新疆不是天津 新疆 他现在新疆 我知道在新疆 原来呢还在广东 对吧 这两个搞的好吗 广东搞大亚班 要把香港的消化在经济发展之中 然后又跑新疆去 一去就提出来 在发展中 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中间 消化新疆的问题 而不是简单的围堵和封控 他这个就很符合习的想法 又要搞一带一路 又要对吧 在经济发展中化解救援 共产党是唯物主义吗 相信只要尝到物质舔头了 老百姓就改变想法 所以这个邓小平 对人心看当中 比我们这些年轻人看得明白 我们就认为八九枪一开啊 人民就能怎么样了 邓小平就知道 没事 只要这个包括对帝国主义 乘着应对 只要我们把这些事搞好 他们还来找我们的 果然你看华尔街这些大亨们 结伴去找他 好了我今天这么多 声明我延续这个 听到提到 其实除了米江跟新疆 跟之江之外 其实习近平在主政十二年来 很多人把他刚才提到 马新的这种 所谓航天专家了 以前他在党校的了 还清华的了 还有陕北帮了了 还有所谓新广东班 像李希的 这个很多很多帮了 没有九龙治水 但是里面 习家军里面有很多帮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吧 分析这个是我最不懂的 我只能看到一些大的东西 就是在他整数完了 那他的对手之后 他现在似乎有点在清理门户 就整自己的人 就比如说李尚福也好 秦刚也好 这些都他的人 那现在我们谈这个也是他的 这基本上就等于是 大局已定 开始心理门户 就自己家里面那些 这有多多少少有点像 在文革的时候 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把刘少奇打倒的时候呢 他就要用像五大领袖 那五大领袖 刘顿倒了以后 都到秦城去了 我觉得当时康生有的话 就别人把很多 快达夫啊他们这些 都劣迹 给康生讲 因为快达夫这也是 康生重用的人和江青 康生就说了一句 他说就算那是乌龟王八蛋 我也要用 但是很快呢 刘顿倒以后 这些人也都就不用了 毛泽东也是 你看他在建国之前 什么高刚这些 刘少奇他都用得很好 但最后你说起来都是他的人 他可能对王明这些 对国际派呢 他是一直有所防计的 但像高刚刘少奇 绝对是他自己的人 林彪这些 但他最后 对他们也开始了 这恐怕是个标志 就是习在国内的政治权力已经巩固了 就还有一点 就是君涛刚刚讲到 毛泽东那个事呢 我不觉得是 那个 就江青那个事 其实还是以传言为主 至少我 没有看到江青给毛泽东拉屁条啊 这种事 江青不是那种人 他是一个非常妒忌性很强的人 他可能是没有办法 有时候都看到 而且呢 就是关于毛泽东那些事的 海外也是过多的传了 我们都知道的那个 古华写的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那是编出来的书 古华从来没有那些真实的知识 而最 所谓毛的医生的回忆录 李自隋的书 关于毛的信神红的一部分呢 基本上也是他那个枪手 给他加进去的 其实李自隋自己对这个事呢 也挺后悔的 他后面也几次说过 他当时想到Prinston来做研究 参加Prinston中国学社 他跟余医师写了封信 说他想来 余医师问他 他说你是 来了以后你研究什么呢 你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他回了一句 他说我准备写一本关于毛泽东性生活的书 这个余就很不高兴 当场就给他拒绝了 就说Prinston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 不研究性生活 他这本书真出来了以后呢 但是余先生看了以后 非常后悔 很有价值的那个书 新生活的部分很少 大概只有全部加一块 二十页不到 但是那些地方呢 就后来大家 如果考究过那本书就知道 基本上就是他那个合作对手 就是Surston 就是施文安 把他加进 加上去的 并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因为他这样卖呢 可以卖的好 当时是接受了 就古华那个教训吧 古华到美国来以后 他本来是通过矛盾奖的第一届的得主 非常严肃的一个作家 写过佛容正 但是他到了美国以后 到了西方 到加拿大 他的写作就 不能就不注意谋生 吃饭都不行 后来就见走偏锋 就写那个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乱编了一些 结果这一辈子钱可能都 都赚够了 就他成功以后呢 石文安就建议李治隋 也朝那个方向去做 至少加上一些东西 这个书就会怎么那么好 实际上在海外 所有写毛泽东书里面 李治隋那个书是最有价值的 因为他毕竟跟毛过了十几年 十八年吧 不止十八年 二十多年 就一直跟着毛 在毛死的时候 他是医疗组的组长 但是正因为那些 就过分的那种色情的 这就是编造的描写 反而使那个书的价值的下降了 知情人一看 这个都是编的 但其他也是编的了 好 满江新军 满江新军 来那个军涛想要来补充一下 来 对我不同意啊 我同意啊 盛平的这个说法 但是我要说就是 他是要把把关的嘛 因为他是毛半的 实际上是毛半的负责人 毛真的接触谁什么 都要把关的 就他还是有这个容量 就是说 那么第二个呢 关于李治隋先生 这个其实我跟那个 就是刚才那个盛平讲 那个枪手呢 他是John Hopkins的 后来是南京大学的研究员 因为我来John Hopkins大学 和南京大学 结成有伴 有的 后来那些人就是 我跟他求证这个事情 他跟我这么解释 实际上他说呢 李治隋先生那个东西 就是一堆采访嫉妒 凌乱不堪 是我把他写成书的 但是我出于对李先生的尊重 我是数了他的名字 他其实要不愿意数名的话 说这个就 那对他来说 是更好的 他说那是一个采访 李先生那个东西是不能成书的 很乱 而且东东一句西一句的 然后他说呢 后来 那个因为那本书 我从来没看过 对这类东西啊 宫廷密使的这一类东西 我又不怎么看 那后来他就讲说呢 人家也跟我说 其实只是说中国人呢 喜欢挑着看 人家我就 我跟那些个卫星人 讲到这个民主强劲 民主强本来吧 百分之二的东西的讨论思想 百分之九十八 就是你也告状的 中间包括什么 墙间的细节描述 有的人自己跑到墙上 就天天看这个细节描述 然后回来之后就说民主强劲 一塌糊涂 传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问题思想讨论他不看 我觉得李治隋大先生这个书呢 因为以我对那个那个 教授的了解 你教授了解 他也不是那种什么人 他也不会去胡编乱造 大概就是把李先生的一些谈话中间 但是咱们中国人 老外就没有注意这些东西 人家也没有谈太多 就是咱们中国人呢 就特别的看这个东西 看得太多一点 而且议论的 或者议论的比较多 反倒对书中那些盛平先生 讲到那些有价值的 由于先生看到这个东西 他反倒都忽略了 所以印象里好 那本书就是在写 在揭露老毛的性混乱的 但你到底揭露啥了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问他们的话 他们也没说这个所以人来 我那本书当时写的时候呢 是讲好了 他们俩是合著 但是后来写了以后 李治隋反悔了 他不肯 所以把石公安就变成一个 就是编译了 变成 石公安对这个事很不满 他做过一个很长一个节目 大概两个小时 就是埋怨就是李治隋 出而反而 当时都说好的 不过敏江跟之江 现在大家比较喜欢 谈论的就是尤其媒体的 谈论蔡奇跟你讲的关系 不过这个是一个 现代进行事 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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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